上個禮拜我們發了一部 關於購買2021iPad Pro以前 你應該要注意到的那些事情 出乎意料的 大家的反應都比我們想像中還要來得好 不過在下面的留言當中 有很多人跑來問我們 說自己本來就有買iPad的需求 但是一直不知道該怎麼選比較好 究竟是要買iPad Air 還是要選iPad Pro 兩台iPad之間真的有差這麼多嗎 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你到底該怎麼去選擇iPad Air還是iPad Pro 其實在選之前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所有的功能層面上 iPad Pro能夠做到的事情 iPad Air幾乎都能做到 而且相當的夠用 只不過iPad Pro會更快更強而已 所以不用擔心選了iPad Air 會有哪些功能是iPadOS沒有辦法使用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最重要的差別 就是處理器跟記憶體 蘋果幫iPad Pro 2021用的是M1晶片 讓iPad Pro同時在CPU跟GPU上面 都擁有了八個核心 跟iPad Air的A14晶片的四核心相比 整整多了兩倍 講白話一點 就是iPad Pro用的是Mac處理器 iPad Air用的是iPhone的處理器 兩個都很強 只不過iPad Pro是更快 有多快 在專業繪圖軟體Procreate的網站上面 他們甚至說在M1晶片的製圖上 會比前一代的iPad Pro還要快上四倍 所以你需要這麼快的速度嗎 如果你的工作是要同時處理好多個 高畫質圖層的話 可能會需要 一次讀取龐大數量 弱檔相片的攝影師 應該會需要 常常同時多個4K 60Hz的影片 在同時剪輯的話 那絕對是需要 除了剛剛說的這幾種人之外 絕大多數的使用者 不管是A14或者是M1晶片 對他們來說用在iPad上面 都是效能過剩 不過實質上會不會有什麼使用上明顯的差別 就要等iPad Pro正式出貨的跑分結果出來 才會知道 但除了核心數的差距之外 iPad Pro在128G的版本上面 也配了8GB的RAM 如果你上到1TB的話會更多 還會有16GB的RAM 跟iPad Air的4GB RAM比起來 當然在多工處理 還有耐用連線上面來說 一定也是更好的 如果你打算買一台iPad 然後一次用它個四五年 或者是更多年的話 那這幾千塊的價差 攤提下來 其實都比你後續未來不夠用 然後還要再多花錢去買一台 還要來的更省 另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就是在顯示器上 當然如果你希望要有 miniLED顯示器那種 超鮮豔明亮的色彩的話 那就是直接上12.9寸的iPad Pro 不過這不在我們今天的討論範圍內 iPad Air的顯示器用的是10.9吋 iPad Pro是11吋 只有0.1吋的差別 認真講起來等於就是沒有差 你應該要更在乎的是它的螢幕更新率 也就是每秒更新畫面的次數 越高的螢幕更新率在使用起來 顯示效果會更滑順 iPad Air的螢幕更新率是60Hz iPad Pro是120Hz 這兩者之間的差距 可以在滑動螢幕 比方說是看照片 或者是瀏覽網頁 或者是主畫面在翻頁之間 可以明顯的感受出來 但最明顯的就是在使用 Apple Pencil的時候 筆觸的延遲感 iPad Air會更明顯 在寫字或者是畫畫的時候 多少會覺得iPad Air 感覺好像就是慢的那麼一點 或是有些遊戲會針對120Hz來做調整 那遊戲的畫面當然也就會更滑順 如果你沒有體驗過iPad Pro 120Hz的流暢感的話 我會建議你一定要去找個機會 到實體店裡面去試試看 它就是非常標準的回不去效應 一旦你體驗過120Hz的iPad Pro 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60Hz的螢幕 感覺就是有那麼一點卡卡的 不過這完全不影響使用的體驗 60Hz當然還是能夠很滑順的使用 單純就只是爽感的問題而已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省錢 又沒有特別吃重繪圖的需求 或者是玩遊戲的需求的話 其實也不用特別為了120Hz去升級到iPad Pro 除了有120Hz ProMotion的差別之外 另一個就是螢幕亮度 iPad Pro的螢幕亮度是600nit iPad Air是500nit 100nit的差距對一般日常的使用上面來說 其實沒有到差很大 不過如果你常在室外陽光下面工作的話 多少會感覺到有那麼一點的差別 所以就看你的工作上面 有沒有這樣子的需求 再來就是相機 不用多說 iPad Pro的相機就是比iPad Air 還要好上非常的多 雖然說Air跟Pro一樣 都有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 但少了一個超廣角跟LiDAR感測器 不過少了這顆鏡頭跟LiDAR 平常會用到的機率 嚴格來說並沒有到非常的大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我覺得差最多的 就是Air它沒有閃光燈 這非常的重要 因為掃描文件的時候 沒有閃光燈 掃出來的品質就是會比Pro還要更差 這在我們先前的影片裡面也有提過 可以參考這部影片 然後在自拍鏡頭上 Pro今年也升級到了1200萬畫素 還加入了人物居眾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視訊的時候 隨處移動 它還是可以讓人保持在畫面上面 跟iPad Air的700萬畫素比起來 算是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如果你有經常視訊的需求的話 iPad Pro其實是更好的選擇 其他的一些差別 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忽視的 雖然是那種沒有也沒關係 但是也有也不錯的功能 像是iPad Pro用的傳輸介面 就是Sounderbolt USB 4 會比iPad Air的USB 3 還要來得更快 然後頻寬也更大 可以接的東西自然也就更多 不過就像我們前一部影片裡面說的 你要追求Sounderbolt的話 後續你要追加的成本當然就是更大 一般人在USB 3其實就非常夠用了 還有iPad Pro它用的是五個麥克風的陣列 也會比iPad Air有更好的收音效果 對於像是視訊通話 或者是錄音錄影會更方便 再來就是揚聲器的部分 雖然說iPad Air它留了四個孔位 但實質上面它只有兩組揚聲器 只能達到雙聲道的環繞效果 但iPad Pro它就是真的完全有四組揚聲器在裡面 除了有更好的硬質表現之外 它還可以支援杜比全景聲 如果你喜歡在看電影 或者是追劇的時候 把聲音給外放出來的話 那效果當然也是非常棒的 那容量呢 講了這麼多 你到底需要多少容量才夠 iPad Air它的入門價是64GB 只要18,900 看起來算是相當不錯的價錢 不過如果你打算用上三年四年 或者是更久的話 加上現在照片隨隨便便都是好幾十G 假如開個與iPhone同步的iCloud相簿功能的話 應該不用多久就會發現 好像有點不太夠用了 要一直花時間去清理才可以 但蘋果就是這麼狡猾 偏偏不給你iPad Air 128GB 的容量 而是直接升到了256GB 雖然說我們以前都講說容量越大越好 但在一台iPad上面 256GB還是稍顯有那麼力點略大 以我這麼長期使用iPad的使用者來看 我的256GB的iPad Pro 到現在還有160幾GB還沒用 也就是說大概也只有用三分之一的容量而已 其實128GB是最剛好的 加上蘋果今年幫11吋的iPad Pro做了價格調降 讓128GB的iPad Pro 跟256GB的iPad Air之間只差了1000塊錢 該怎麼選我想你們應該都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的預算真的非常的有限 沒有辦法再忍痛去多擠出那五六千塊 幫iPad Air 64GB往上提升的話 那就直接選Air吧 但如果你本來就打算要買一台iPad Air 256GB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加個1000塊上去 升級到iPad Pro除了容量減半之外 帶來的是更全面、更快、更強大、更爽的體驗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看完之後 你有打算要怎麼去購入你的新iPad呢? 在底下留言來告訴我們吧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我們會在每週二跟每週四的晚上9點定時更新 帶來各式各樣的蘋果教學跟產品開箱介紹 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內容 別忘了按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按下鈴鐺鈕 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AppleFence 我們下部影片見